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的是Excel横数应用 如何抓取A栏每个储存格中的核数 那基本上来讲我们切到Excel这边来讲 在这里我们要讲是A栏这里会有很多的资料 活动内容 我要抓里面核数那个数值 像这个A2是120 A3是6 A4是50 那这怎么抓出来的 怎么抓出来的 我们在范围工作法这边来说明 第一个我们要先找关键字 什么关键字 范 找到这个核数的前面的字串 关键字串 那我们找什么关键字串 每一组 每一组是关键字串哦 注意到 然后在A2储存格里面去找 那找到它的位置 第十九 第十一第十九 就第十九个字元 是每一组这个每开始的 然后注意到这个每开始没有错哈 但是呢我们现在干嘛要去抓字 NID刮弧啊 注意到NID刮弧 A2是我们要抓的字串 然后刚刚讲我们从第十九开始抓 然后呢注意到哈 你要抓几个字 肉刮弧啊 我现在就要抓一到十个字 我当它最多十位数哈 一到十个字 有没有 那我会借你按F4把它锁起来哈 然后右刮号 哦 然后再干嘛 右刮号哈 对 Enter 这边我把上面数字清掉 让你看得到 有没有 它这边就出现每组 每组 每组一 每组一二 每组一二 有没有 从一个字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一直抓十个字 但是这个注意到有问题 问题是在哪里 注意到 每组被干嘛 每组被包含进来咯 可是每组 我不要每组啊 我要是什么 数字的部分 所以呢 注意到 起头位置有问题哈 所以我要加二 把每组去掉 就是每组 舍掉 我要从数值 第一个数值的地方开始 好 这时候你就看到 有没有看到一个 一 一二 一百二 一百二十核 有没有 那注意到哈 当有中文 就代表干嘛 它不是纯数字了 而这一些是纯数字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开始做第三个 IFEROR 刮胡 然后这边注意到哈 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要把它变成数值 所以会加零 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说 如果说你看这里面 这个阵列产生东西出来 加零 加零就代表它干嘛 它要变成数值化 数值化 那数值化 玩家你这是文字的 它就出现错误讯息 那错误讯息怎么办呢 我再给它一个零 我说玩家如果出现错误讯息 我要给它干嘛 用IFEROR 来干嘛 让它补零 补零 ENTER 这有没有看到 112 120其他的 因为有中文字 全部都变成零了 好 变成零以后 我们再来做什么事情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最大值MAS在前面打哈 后面 左括号 后面加个右括号 ENTER 它就出来什么 120 有没有 120 那我只要干嘛 往下拉 就出来6 50 就算出来了 这样子 那这个是利用什么 利用关键字 每一组 把它干嘛 从它后面来去判断 数值到哪一位数结束 那那位数一定是最大值